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皇家县长 我是程鲜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身后的大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它跟我们平常所熟知的DJI就是大疆创新 还不是一个机构 那个是造无人机的 而大疆传媒按照我的理解 它就应该是像用无人机 或者像一些如影S还有一些设备去拍摄一些创意的视频的这么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传说中的DJI Studio 也就是DJI的视频创意工作室里边都有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就不同的视频了 Hell asting forgiveness 因为主要是对一些导演 说这些事你知道的一些 这是我们这些那个用戏 我可以试一下 然后呢 这个飞机呢 其实是我们开店的飞机 这个飞机呢 是不断销售的 也没有许多门客 然后我们内部都本来来 大家传媒给你订阅几个 那这部 这一架飞机呢 终于到了我们六台 然后两台三个 所以我们现在拍 阿汤哥的下一个电影 比较多门 而我们来找我 剩下的形式 来调整一下 跟这一架飞机 所以大家 比较接着 那同一个 有一个问题 然后发出了 这种片 人家说 大家是出来的一台 什么什么机器 其实 其实准确大作 不是大作 而大作传统 其实有这么一款 是什么器官 二 二 这个展机 可能以后会 对外去 展望 暂时 我们定位的孩子 会叫BJQ 专业产品 那楼上的 也可能会来 我们的展机会 或者会建立一个 我们 我们说 有深度体验你的 去 几大摇轮 去 这边 就是 参加的一些专业产品 这边 看起来 看起来 其实就像一个 放大的 飞行器 像一个 从这个 看你回来 我最近的 疯狂外星人 我看了很多吧 有很多被影 挺进入住了 是哪一步 我在想说 哪些被影 用不上 用不上 那几个这些路上 都看了 有些 产品的诞生 跟大甘船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这个 摇轮 对 摇轮那天 是在我们在 江蕾的那些 那部电影 然后我们给 江蕾和他的摄影指导 我们做了一个 深度的一定制 然后从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慢慢慢慢 就形成了 一款 大家能够 这些产品 那其实除了这个 遥运你了 还有我们很多 长运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像 哇 那长运整身 自己也是一个 相当的用户 实际上 我们平时在 使用的设备的时候 就直接可以给 我们的工程师 反馈很多 一些信息 然后帮助 或者协助我们的 工程师们来改造 然后这个 因为现在拍的电影 有点多 不细数 但是一年 大家就好像 一点有一个 一时顾 一些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